采访途中遭遇大雪封山 相机快门数次动众 他如何克服困难完成拍摄 二十余年本波冰封哨所 时刻游走生死边缘 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 剧里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顾超英行走在生命尽去 我叫郭超英 今年41岁 来自湖北金山 现在是西部战区空军牟旅的 一名新闻报道员 入22年来 我以相机为枪 以新闻为理想 行走在所有世界第三级之称的青藏高原 为了用镜头记录冰封哨所日新月异的变化 和高原边防军人最真实的状态 我一次次奔赴 处理在雪山之间的座座雷达站 一次次将镜头对准坚守在生命禁区的基层官兵 单单海拔5374米的干巴拉雷达站 我就上去过不下300次 在用镜头定格官兵们的坚守与奉献时 我也被他们深深的感动着 虽然高原强烈的直外线 在我脸上留下了两抹高原红 但只要想到边防变迁和戍边官兵通过我的镜头 凝成光影里的永恒 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用心记录生命禁区的坚守 我就是郭超英 在互联互通开放多元的新媒体时代 人们只需要滑动指尖便可知晓天下 而每一条新闻的背后都少不了新闻人默默付出的身影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郭超英 就是一名基层部队的新闻报道员 在抗震救灾一线 在重大任务面前 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雷达站都留下了他采访拍摄的足迹 二十多年来 郭超英拍摄的图片五十余万张 用坏了五台相机 几百次进入生命界区 他视新闻如生命 更相信一支笔 一支话筒 一台相机 蕴含着无限的可能和改变的力量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影像世界 11月初的拉萨 被高原热静的阳光 涂抹成了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 准备好奇才后 郭超英再次踏上了前往干巴拉的行程 现在老兵马上要复退了 然后有几个面临复退的老兵还在山上接手 值班 然后想过去看一看他们的情况 看一看他们的工作 训练生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如今郭超英的足迹 已经遍布西藏的千山万水 由于屡屡管辖的雷达站位置分散 相距遥远 且都处于高海拔地区 郭超英也养成了特殊的采访习惯 你像我这个上了 次数算是比较多的 但是还是有非常大的高原反应 头晕了 讲上就像采了棉花一样 人特别的难受 如果我不在路总 在山下把这些功课 把这些需要拍的四项 一些镜头记录好 到山上就很容易忘 入伍22年来 郭超英从当年的青色小伙子 变成了一个老高原 手中的设备 也从使用胶片的照相机 变成了如今的数码相机 但面对高原雷达兵 他总有拍不完的画面 讲不完的故事 而这份情谊 还要从他第一次赏甘巴拉的经历说起 1994年 19岁的郭超英参军入伍 来到西藏 由于学生时期就爱好写字和画画 也有这方面的特长 第二年他被调到了旅里的宣传科 2001年1月10日 郭超英主动申请去甘巴拉采访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 东风车的前轮很正常地过去了 一个弯道 一个比较急的弯 但是后轮 就是左后轮 右后轮应该是 司机后面右后轮那边 当时我在打枪板上 我就看到右后轮悬空了 从那个路上拐过去 但是右后轮是悬空的 当时吓得我 我都恨不得要跳车了 看着路边的万丈悬崖 郭超英紧张到了极点 随着海拔的赏声 他的身体也渐渐出现了不适 头越来越疼 然后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呼吸越来越困难 然后浑身酸疼 等车开到海拔5374米的干巴拉时 郭超英的高原反应已经极其严重 当时人基本上晕得要死了 就是整个人都处于一种 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 浑身发暖 走路轻飘飘 然后拿着相机的手 基本上就不由自主 就在抖 随着拍摄的进行 干巴拉队地 艰苦的环境和官兵们的状态 郭超英都一点一滴看在眼里 他的内心也被深深的触动了 两个眼睛通红 像兔子眼睛一样 嘴唇污脂发黑 因为缺氧发黑 然后整个脸颊 干大裂的嘴唇 有些官兵脸上还有冻伤 游击员的衣服都是油光正亮的 站到太阳底下 他就发光 所以看到官兵那种状态 确实很难得人心酸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先会吧 没事 好 可以可以 没事 好 没事 可以可以 好 咱们 咱们进去 下一个吧 看你们组织的 咱们 好 来吧 这次特殊的拍摄任务 让郭超英的内心 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也让他将一份热爱与信念 深置于心中 我想呢 他们应该 不应该被称为 那一部分被遗忘的人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的官兵 在这么艰苦的怀利下 还能够有这么乐观的精神 我确实是觉得 应该把他们 抱荡出去 我看刚才那个照片 来来来 这个是你看 笑得好灿烂 要放大一下 你看 为了更好的记录 高原雷达兵的工作和生活 2002年 郭超英用攒了一年半的工资 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台单反相机 从此他以相机为枪 行走在血液冰封 我们看看他的嘴唇 你看看 放大以后 他的嘴唇 我会经常出去拍 到连队去拍精神冠冰也好 拍他们特写也好 或者拍一些风光照片也好 相机呢 就是当时在我手里头 我当时是结了婚了 但是呢 相机呢 就相当于我第二个老婆一样 可能在的 可能在 跟相机在一起的时间 可能比在家属 比跟家属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在专业上 郭超英是个对自己极其苛刻的人 为了琢磨色彩 构图 用光等拍摄技巧 他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 光影世界熏陶了他的敏锐视角 他也尝试 将自己对军队的理解和情感 融入到影像当中 2008年11月 老兵退伍季 郭超英随队去拍摄 某雷达战老兵 最后一次上阵地送吉阳的全过程 然而由于大雪封山 车行至山脚下 连赛也无法前行 老兵们只好各自扛起 十多公斤重的吉阳 走向山巅阵地 当时的风特别大 我刚一下车 那个风吹着就把我吹一个裂起 那就是基本上要吹倒了那种 气温可能当时的气温应该在30度 零下30度以下了 在这样的生命禁区 躺着都相当于负重40公斤在行走 拍摄之难可想而至 更让郭超英感到头疼的是 拍摄每一会儿 他的相机就被冻住了 我相机的快门 基本上照个十几二十张 就已经照不下去 按不下去了 然后只有把那个电池取下来 放到怀里头 然后把另外一个电池 五十个电池 再装到 再装到这个相机里面 然后相机又可以照几十张 然后就这么两块电池 来回这么五折换 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往上爬 外景可能多角度抓拍 也给相机多些回暖的时间 在老兵们中途休息时 郭超英便咬牙 向山上多爬了几十米 然后等待定格战友们 前行的身影 他作为报道员 他跑的路要比报道对象更加辛苦 因为很多时候你得抢时机 你的抢角度 你得跑 在那个山顶上 你得跑 你得提前去 去到你的点位 他每次都这样 他永远都比所有被报道的人 走的路还要多 跑的还要更急迫 当时那个泪的 那简直泪的真是要吐血 那个喉咙里面发干 气喘的 气喘的拿着相机的手 都是跟着呼吸 基本上是一个节奏 就那种感觉 然后躺到血上 连举手的力气 基本上都 都快没有了 官兵们走了四五个小时 郭超英也一刻不停地 拍了四五个小时 最终展现雪域雷达兵 精神风貌的稿件 在中国军网头条位置刊发 不久以后 解放军画报 将老兵被挤养上雪山的图片 作为封案突出看用 多家报刊 紧随转载 其中还有一幅荣获 全国边海防风貌摄影展 优秀奖 我叫郭超英 今年41岁 来自湖北金山 现在是西部战区空军牟旅的 一名新闻报导员 入22年来 我以相机为枪 以新闻为理想 行走在 所有世界第三级之称的 青藏高原 虽然高原强烈的直外线 在我脸上留下了 两抹高原红 但只要想到 边防变迁和戍边官兵 通过我的镜头 凝成光影里的永恒 我就觉得 一切都值了 用心记录生命禁区的坚守 我就是郭超英 军旅人声正在播出 郭超英 行走在生命禁区 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以来 郭超英有四千余片作品 被军内外新闻媒体刊发 十余片在全国全军获奖 容力二等攻一次 三等攻五次 还多次被解放军报 空军报和上级机关 评为优秀通讯员 和新闻宣传先进戈人 不过 在西藏边防 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采访 随时都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 2015年 郭超英就遇到了 他从军以来最大的挑战 这也是他在西藏当兵 二十多年来 第一次倒下 上山次数多了 在山上运动量也特别的大 然后我这个腿 一零年的时候被查出 又换五星对话 五星对话 这个病在内地的话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得 2015年2月6日 临近春节 郭超英前往某雷达站采访拍摄 经过一天的周车劳顿 郭超英的股性关节炎开始发作 一下子后我就基本上就 可以说算是摔倒了 扶到车门才勉强起来 因为那个腿完全是吃不住劲了 已经肿了比平时大一倍的样子 郭超英强忍的疼痛 开始了工作 为全面记录雷达站官兵 春节战备的场面 他从室内指挥室 拍到室外天线防风照 从中午拍到傍晚 拿着相机就比较忘我 为了取一个大警 那个大警就是在神女风下 要把整个雷达站拍拳 他就爬到了雷达站后面的一个 那个是六千米的山 上到六千米的山上去 连续五个多小时 郭超英每顾上喝一口水 手动的几乎按不下快门 为了选择最佳的拍摄角度 他还一度趴在冰冷的地面上 就在拍摄官兵抢通转备公路的画面时 意外发生了 爬到地上 透心凉 真是透心凉 特别的难受 然后这个腿吃不了劲 吃不了劲之后 本来这个腿可以在下面的 然后一直把这个腿放到 放到这个腿上头 就是说是让他尽量的 不要去挨到地 因为一挨到地一碰他就疼 然后最后起都起不来了 精疲力尽的郭超英 最后被官兵们架回了阳光旁里 同行的政治部副主任郑炯 提出立即开车下山 看他的脸色就不对了 红而且发紫 就这种 嘴唇是特别紫 就是人在一种 抓狂的状态 就是简直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就是我当时的意识里面 就像好像自己在溺水了 就好像感觉到自己 自己溺水了 然后想 想拼命地想往上游 想游到水面上去呼吸 就那种感觉 但是呢 就怎么游就游不上去 怎么游就游不上去 当车行至半山腰时 郭超英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 然后就浑身抽搐 意识已经模糊了 已经基本上应该说没有 后面我问他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流泪了 实际上是眼泪流得非常厉害 而且他就是手舞胸口 张大嘴巴 揣不过气了 当时见到我也杀了一条 来到山下后 郭超英被诊断为废水中 经过治疗 直到晚上十一点钟 病情才得到控制 为了尽快发出新闻 他顾不上休息 又开始了工作 我想可能是我这么多年 保持着一个职业习惯吧 不管做什么样的行为也好 只要是我揽下这个活了 我哪怕吃再大的苦 受再大的累 我也一定要把它完成好 也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春节前后 郭超英拍摄的作品 相继被解放军报 空军报等十余家新闻媒体堪用 从这一幅幅作品中 我们感受到了边防雷达兵 数边魏国的风采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 拍摄者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 近些年来 郭超英有不少机会 可以调离西藏 但他早已深知 二十多年来 在雪山阵地中行走 自己早已离不开这里的山 这里的水 这里的人了 我不想走 我不想离开西藏 也不想离开这些战友 这些兄弟 因为我觉得他们 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虽然一查换来 一查又一查 他们走了 我还在这里坚守 走了一批又一批 我还在这坚守 现在这些在位的都是 九六九七这些 有些才出生的这些人 但是我觉得他们 也还是像我 也还是像我的兄弟 像我的亲人 我觉得 有义务去 好好的 把他们 记录下来 穿上衣服就感觉 像穿多了一样 但是一到下午的时候 毕行带阅 行走在采访路上 已经成为 郭超英生活的常态 他相信 总有一些人 值得书写和记录 总有一些事 值得流泪和歌唱 所以即便追寻的道路 并不平坦 但只要还有相机 还有笔 他就会一直拍下去 一直写下去 别人说我的照片美 我却觉得 真正美的是照片里的人 在西藏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二十多年 郭超英从当初的小郭 变成了老郭 他说 自己的根 自己的魂 早已经和西藏 连接在了一起 他很庆幸 自己从未忘记初心 如今每当 用相机记录下 一个珍贵的瞬间 他还是会像孩子般开心 关于未来 他想了想告诉我们说 就拍到拍不动为止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绰号 黑玫瑰的武警霸王花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